你確定就這個名字嗎? 反正我覺得挺好的 今天是我們住院的第四天 本來醫生說今天可以出院了 但是我們決定再多住一天 明天一早我們出院 翠花目前也恢復的差不多了 也能夠自由下床了 只說慢一點哈 馬上出院了 也就面臨一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那就是寶寶的名字 我們前面起了很多很多名字 也讓網友幫我們振作參考了一下 但是最終都沒確定下來 然後今天我選了一個大名 選了一個小名 先發給我們家周老頭 讓他看也好爭奪也好 最終我們今天要把名字敲定下來 出院了小兒要辦處理證明 必須要名字 而且是母親必須要寫一個委託證明 父親才能辦得到 不然的話光偉過一切都搞不定 現在老天可能釣魚去了 沒在家 我稍微等一會兒給他畫個視頻 楊翠花兒子洗澡去了 我們要去看看 去看他兒子洗澡了 老兒子的這個名字哈 我是經過著思右想 查了又查 然後還綜合了很多朋友的意見 最終定下來的 我的信加上他媽的信 然後中間加上他哥哥的一個名字 當中一個字 組合起來 周名一樣 我覺得這個寓意也還不錯 名一樣天香嘛 然後至於那個小名 我也要是取名叫飯豚 因為我覺得叫起來更順口 更親熱一些吧 因為他爹始終是一個廚子 是個煮飯的 所以就叫他飯豚 當然最終我們還是要聽取下他爺爺的意見 我們家最高審議 如果說他們樣是意見的話 我們就這樣就完全敲定了 這還是排隊洗澡的 媽的兒子在哭你也要笑 哎呀 終於洗好澡了 清清爽爽的安逸嗎 聰明啊 小明 飯豚 飯豚明天出現了哈 我媽是不是有去月 什麼瓶了 對頭 來 你明天也可以來呀 像不像你 你看小飯豚長得像不像 胖胖胖 耳朵真像一根 你想吃可樂雞吃 讓你婆婆說不會燒 讓你來燒 有哦 那我一會兒給你買瓶可樂 讓他買瓶蔥嘛 好的 拜拜 我一會兒就回來了哈 飯豚 快 跟爹回家 你哥要燒可樂雞吃啊 不是你婆 我不吃 我們家這個老二一天 現在是出了吃 就是睡 一天老安逸了 啥都不幹 都說你吃得好 排得好 膨膽不高 有的時候 能吃 能辣也是見好事的嘛 一天老一天好 我們的大姐送飯了 哎呀你這是啥早餐啊 非常有家氣啊 你們看我們大姐來 吃 一頓吃完 等著鴿兒湯 高壓鍋壓的牛排 炒的黃瓜炒的小菜 還有番茄炒雞蛋 哇 留點我下午吃的 這下午吃完 花兒你幸福不 你吃不完的我幫你吃哈 對啊 這大姐確實還可以哈 我說我回去煮飯都不讓我煮 他要親自煮 對吧 來 產婦剩下的那些湯湯你喝不完的 我又幫你喝哈 你吃肉我喝湯 哪樣 開飯了啊朋友們 昨天大姐跟小楊等你排骨湯哈 都沒捨得吃我也沒捨得吃 放到今天早上 我說今天早上我就喝的一喝酸料 可惜了 說像那種你先切 切完了 切完了 我幫你切哈 骨頭沒不甩嘛 骨頭也是肉 那骨頭你也要嘛 你不切的我都切 到時候除月子的時候他沒肥 我肥料 大姐的菜都沒切完 你們切完都不行啊 我吃只有大塊你們看 你們做完睡好面 我不吃 我這樣睡的時候他不是醒了嗎 他喝酒喝厚 外面又炒 他吃過乾 我們都是要他 他有味兒 誒 說你這種認識了 說話都不講你 你們睡覺的時候我來工作 大哥 我在選品 我在上傳視頻 OK 你吃泡麵沒有 知道的 我都不吃泡麵 是啊 吃骨肉啊 好酷哦 來來 你要抹著薑 對啊來 楊這會兒上我吃個個個子吃飯 還蠻香的 說實話這兩天吃飯 越吃胃都越好了 不像前兩天 一個小丹心嘛 這兩天 好多 吃飯再給你喝一會兒喝一會兒湯 你想不想我 塞得多 我當我出來嘛 還有 當我當我喝的 喝不下去嗎 嗯 太油嗎 那我又給你喝了 有點油他都不行 妹妹在這邊下去的話 楊這會兒一個魚也吃下來 估計他還要不要受我這個體重 吃鮮爽爽爽 小明不行啊 那你娶個小小明啊 二夫子 二夫子 不能代輔 二娃 二娃那太普通了 來我給你看一眼哈 我給你看一眼 一 二狗 這一天吃啊誰誰啊吃 我跟你說 狗 你咬牛狗子嗎好大呀 二狗 老人說的 叫二狗子 哈哈哈哈 二狗不好哪 至于这个小鸣的话我们再商讨商商讨 我觉得饭鸣可以对吗 晓阳你觉得呢?可以 大鸣暂定周鸣 今天视频就给你们分享到这里拜拜 饭鸣拜个拜吃下来吃